在人道會議上,新的國家建設路線和戰略方針,可以引起那麼熱烈的討論並不是偶然的。 上席執行了半個世紀的人民戰爭戰略思想,乃是我軍我國在軍事領域擺脫就思想束縛的一個英明劫策。 要實行軍隊的編主指揮和應用現代化的合同軍作戰戰術,就必須要有相適應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。 過去我國的國防建設落伍,我並無法向現代化、正規化、快速邁進。 以做的、做實的人民戰爭戰略思想有直接的關係。 人所共知,現代化戰爭的徹點是豬兵種合成作戰, 並且可以在遠距離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。 在這種情況下,所謂想擊人消滅在人民戰爭的歪洋大海裡的戰略思想, 只能招致千百萬人毫無意義的提升。 同時,應該認識的戰略戰術不是孤立存在的。 任何正確的戰略戰術,只有基於正確的對外政策和全面判斷未來敵人的基礎上,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率。 然而,我們今天基本上還是驗用私人幫時期的對外政策。 以大力宣揚法家的所謂遠跤輕功的那一套。 正是在這一政策的指導下,圍繞我國的四個社會主義鄰國中, 有三個跟我們關係很緊張。 跟北朝鮮的關係本來很正常。 但由於畢竟,從美帝傀儡南朝鮮當地輕率無緣者的接觸, 而在兩國關係中出現了陰影。 也正是由於實行了私人幫時期的旧的、錯誤的對外政策。 我國在中越、中蘇、中印、中領邊界長期駐紮大量部隊, 耗費國民經濟建設所積極的千百億元資金。 在這同時,日本加緊附著新國主義, 成為亞洲危險的侵略勢力和戰爭勢力。 而美國共同里仍傳承了, 消滅世界共產主義,是美國的永久國策。 這些以此出發,檢查中美金報和協議。 以及武裝台灣國民黨軍隊,是台灣為其霸占亞洲的大本營。 對這種越來越大的威脅,我國我軍自然不能掉以輕心。 這樣一來,我軍不得不做好十個船頭打人的準備。 而這恰恰是歷來經世家的大計。 因此說,沒有正確的對外政策,不僅全面判斷可能的敵人。 任何正確的戰略戰術,都無法發揮最大的效率。 全軍各部隊,在各種集會上,熱烈支持本居人大會議所通過的一系列重大決議。 表示,新組成的國家領導機構,應該處境國家繁榮富翔,根除干擾我們社會前進的一切因素。 從新當選的某些新的國家領導人的年齡50左右來看,我國的機構改革已有了良好的開端。 大主義,曾經為創建新中國,立下豐功違紀的老統治。 所東北廣闊,深明大義,主動見賢一讓能,為幹部隊伍的經舊更替,做出了重獻。 另一遺憾的是,唯獨中央軍委,仍是目前擔赫國家一個最老化的領導機關。 領導機構的改革,是一項關係到擔赫國家,正乖興亡的大事。 領導機構更是需要一批年復領強的同志,擔負重任。 也只有這樣,才能使我今永保青春。 早在三年多以前,黨的十一屆武衆全會,就通過了追逐幹部職務終身制的規定。 這是解決我國幹部隊伍越來越老化問題的一個根本措施。 當時明確指出,機械年紀衰老,上市工作能力的從事。 如果繼續擔任領導職務,一會一物工作,影響領導機關的工作效率。 又會妨礙新的領導幹部的成長。 然而,在人大會議上,選舉新委領導成員時,實際上,徒弟選舉行事。 連一個中年幹部也沒有提醒。 其實,目前我今五十多歲的幹部,一般已有三十年的經驗。 即使從一萬名中挑一個,也能選出不少優秀的幹部。 《人民日報》曾經有一篇文章寫得很好,領導人無限欺詐任職,導致個人凌駕於集體,甚至全黨之上。 這種做法有派與黨,不利於青青年一代發揮作用。 可見,中央領導同事,應該把五中全會,關於新老家地的問題的規定,看成是大略性的決策。 並把建型讓能視為老通知,對我黨我軍建設的最大貢獻,最大光榮。 以上是八一建材的廣播。 美國出版一本,美國老錯誤,麥克希的回憶錄。 這次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了二十五年的堅決。 在他的回憶錄中,填補其齒的大貪特貪,美帝情報機關,近五十到七十年代,在我國進行的這種顛覆撤壞活動的實況。 今天,美國繼續在暗地裏,對我國進行各種疑惑活動。 全國人民三千十萬元,對此必須提招警示,以粉碎美帝兼德機關對我國玩弄的各種陰謀鬼迫。 歸史大家提起教訓,下面才要介紹一下,美國老間諜麥克希回憶錄的內容。 麥克希寫道,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後,中央情報局一開始對共產黨統合,進行各種間諜合動。 白宮則從中央情報局與態度世界各地的諜報負責人,採用一切手段破壞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。 確保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,阻止中國進入這個國際組織。 該書作者喬仲指出,中央情報局曾一度配合白宮和國務院,對大陸中國發動效力攻勢。 向特別中國領導人平衡修割,以便爭取中國,扣領美國。 作者寫道,中央情報局亞洲任務的重點, 作者寫道,中央情報局會有興趣。 又因爭取中國的同年代,強調地是。 所謂採用。